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Z5看起来更适合那些只关注摄影的入门用户 一并发布的还有Z5的套头2450F4-6.3 以及两枚增距镜 2450采用成通式设计 长度仅有51毫米 十组11片光学结构 两枚1D低色散镜片 三枚非球面镜片设计 重量仅有195克 最大放大倍率0.17倍 搭配了静音马达 无极光圈 并对呼吸效应进行了有效抑制 官方售价2980元 同样也是8月下旬上市 Z5增距镜TC14X与TC20X 售价分别为3980元与4280元 8月下旬与尼康超电磁炮 Z570200一同上市 尼康的镜头线路图也得到了更新 确认14242.8将于2020年正式推出 之前规划的501.2则延后至2021年 尼康C50的2.0新固件正式发布 新增支持动物侦测自动对焦 并改进对象跟踪自动对焦的可用性 并且尼康计划在8月上旬 发布网络摄像头软件的测试版 该软件支持将尼康微单相机 和尼康单反相机 用作Windows电脑兼容的网络摄像头 兼容机型将包括Z7 Z6 Z5 Z50 D6 D850 D780 D500 D7500 以及D5600 兵德突然召开新品发布会 欣然宣布将要推出银色版K1 Mark II 以及70200 851.4 以及501.4的银色版本 顺便放出了APS-C画幅旗舰的新消息 新色开发将以最顶级旗舰APS-C相机为目标 低感高感全面优化 优化的操控系统 K1水平明亮的取景器 更舒适的手柄 以及紧凑坚固的机身 至于其他方面 估计再等几个月就有后续消息了 佳能发布EOS R EOS RP全新固件 固件升级后 两台机身将会增加对新发布的600定 800定 两支增俱进 以及新电池的支持 以上就是本周新鲜器材资讯了 下周索尼将要发布A7S3了 究竟性能如何 即将揭晓